4月21号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闭幕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宝东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本届年会是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特殊背景下召开的 与会嘉宾们围绕众多热点话题展开讨论 取得了积极成果 与会各国领导人和政商学各界代表 也围绕着年会的主题当中的世界大变局 全球治理 一带一路 合作 这三个关键词发表了重要的见解 会议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 凝聚了携手攻克疫情 加强全球治理的攻势 发出了维护多边主义 加强沟通 协作的呼声 探讨了恢复世界经济 促进共同发展的方向 各方普遍地认为 加强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 作为论坛年会传统活动 本次中美企业家对话受到广泛关注 李宝东表示 此次对话嘉宾阵容强大 讨论热烈 与会嘉宾既坦率地指出了中美经贸关系中 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 就是中美贸易 现在的成果 和蕴藏的巨大的前提 都认为中美经贸合作的前景 是非常广阔的 合作的基础是牢固的 重点是讨论 探讨如何化解中美的贸易摩擦 挖掘两国经贸合作的前例 促进两国经贸关系 健康发展 就是对这个大的形势 大家做了一个评估 都认为这种对话讨论 非常具有建设性 本届年会也适逢论坛成立20周年 20年来 论坛见证了中国 亚洲 世界 走过的不平凡历程 2021年 论坛还将围绕科技创新 绿色金融等热点话题 继续举办一系列重要活动 为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 发挥重要影响力和推动力 制作人在文艺中 周年偉一课 周年律之后 继续发展 ivot人可是